一一还是二二 一一 高兴你小飞姐姐 你选到了帮我写十几作业 什么十几 我得选到什么时候啊 小飞姐姐 我和你玩连击游戏吧 你赢了就不用帮我写作业了 那要是我输了怎么办 那就再帮我写十几的作业 来就来 我不怕 我先来 该我了 我画 我要画在这儿 那我在这儿画插 大宝 那边都不能走了 你还画那里 你输定了 看我的 大宝 认输吧 你已经没有路了 那可不一定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该我了 我货 耶 我赢了 大宝 你作弊 我再没有 那张纸本来就是折起来的 你就是啥赖 我不玩 反正我赢了 你要再给我写十几作业 你太过分了 我不跟你玩了 不玩就不玩 大宝哥哥 你们在做什么呢 熊妹 我们玩个游戏吧 你输了就帮我写作业 赢了我给你奖品 好 玩什么 我们比一比 谁的卡牌更厉害 随便出 好 这个我最擅长了 来吧 那我先出 我要出唐三 什么 你开始就出唐三 小朋友们能不能告诉我 我该出什么 行了 我去唐号 什么 我的唐三居然被打败了 怎么样 大宝哥哥 我赢了 快给我礼物吧 不行不行 你只是赢了一局 我们是三局两胜 好吧 那这次我先出 我还要出水王子 你肯定想不到更厉害的人 那也可不一定 我出金王子 什么 居然是平局 小局 我一定打扮你 这次我先出 我要出小精灵 那我出卡丽阿姨 最后一句我再输了 没想到还是平局 我不给你玩的熊妹 我要找其他人玩 不玩就不玩 大宝 玩玩戏吗 好啊小雪姐姐 你输了就要帮我写作业 没问题 如果你输了就要写二十斤作业 我不可能会输 我们来玩卡牌游戏 每个人三张牌 一次出一张 看谁的卡牌更厉害 没问题 我先出 我出王队 我就逗了大陆 什么 我的王队既然输了 我不服 再来 我出叶罗里仙境 我出完美世界 什么 我要输了 不行 我还有最后一张牌 我出 我出叶罗里仙境 不可能 我竟然全输了 大宝 你输了 你要给我写二十斤作业 好吧 你的作业在哪里 你帮小贝姐姐写作业吧 还正好有二十斤作业 好吧 怎么样小雪 我的隐身术厉害吧 还好有小精灵帮我 谁让大宝 欺负小贝姐姐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我和小精灵做的对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吩咬我 请不吩咬我